耶耶 非常多精神了 生存睡眠時間大概只要70分鐘到12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我真的可以找到可以睡到超級無敵飽的方法嗎 就算我已經立即在家裡休養了一個多月了 我還是長期飽瘦 完全睡不飽 困染色苦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好好睡一覺呢 有人告訴我 是因為睡衣穿不好才會睡不好 你信嗎 睡衣不用實驗 1.1 非常毛茸茸的睡衣 現在是23號的早上8點38分 我昨天晚上大概快1點的時候睡 然後8點15分的時候自己醒來 可是就像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會一直打哈欠 現在這就是我的日常 就是我睡回龍覺 好悶 這是第二天的晚上 那是1月24號凌晨一點了 可是我精神很好 我可能今天一整天都處在一種很困的狀況 我現在才會突然間比較亢奮一點 我今天穿的呢96%的全眠睡衣 希望今天晚上我有一個好眠啦 現在是早上9點多 鬧鐘7點就響了 一路賴床賴了兩個小時 我昨天晚上睡覺的狀況呢 比照前一天晚上來說的話 我前天晚上生疼睡眠時間比較短 然後昨天在兩三點的時候狠狠地睡一覺 現在是12月24號平安夜的晚上 今天沒有穿任何的衣 今天要進行的就是裸睡 蠻常裸睡的 我愛 第四天晚上 今天早上沒有拍影片 因為我今天早上賴床了 今天早上呢 其實有個行程 因為賴床 10點要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我9點半才驚醒 這證明其實裸睡並沒有比較好 今天穿的這一件呢 是比較性感的睡衣 滿足在當大人的這件事情 太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就先跟大家說不安啦 昨天其實我大概躺下去 一個半小時我都沒有睡著 我大概四點到五點的時候 是我這幾天以來最長久的一次睡著睡眠 昨天到兩三點都還很清醒 應該就遇到了這四天以來第一次的失眠 第五天晚上我今天穿的睡衣呢 是我今天的生日禮物 現在其實是把膠原蛋白穿在身上 他說這件睡衣會讓你睡得很好 講了一堆很複雜 我聽不懂得圓領 快步嘛 他這一條天是人 我們說一條膠原蛋白 卻不是靜上去唷 是把膠原蛋白扯在上面 很誇張 冰冰涼涼的 我覺得這很難跟大家解釋 昨天穿斷面的還沒有這種感覺 今天是第五天的早上 我非常貫徹始終的 把我這個實驗做到了第五天了 睡起來呢跟前幾天比較大差別 就是我半身的次數算滿多的耶 精神特別好 大家應該有感覺到 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就是那種 充滿了所有的疑惑 第一件是一天起來爬穩 而在台灣應該就是真的沒有幾天 而且這件我在拿到的時候 根本都還沒有開始賣 感覺就是你很想把水穿在身上 是因為他們的布料裡面 有一個東西的保水度特別高 就是這一次的實驗告訴我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因為我每天記錄了我的起床跟睡覺時間 我才知道其實我自己設定的睡眠時間是不足的 發現裸睡跟穿好的睡衣真的可以幫助睡眠 多賺一點錢讓自己買更好的睡衣更好的情趣 我非常感謝我這位閨蜜 大家上網查了我才知道這個睡衣其實是幫助失眠的人的睡衣 我愛你 我愛你